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攻选择了咱们的董太师 就是那个 咱们是八号位的大反贼 反贼这里的话 我当时是选择了 也不能说是新武将嘛 反正现在来说是一个比较土豪武将诸葛詹 咱们来读一下技能吧 先读复音 锁定计 你每回合第一次成为杀货绝多的目标后 若你的手牌数小于等于该角色 则此牌对你无效 最论 结束阶段 你可以观看牌对里的三张牌 你每满足一项便保留一张 然后以任意顺序放回其余的牌 一 你与回合内造成过伤害 二 你未弃过牌 三 手牌数为全场最少 若均不满足 你与一名其他角色失去一点体力 我感觉诸葛詹就是那个曹章 典尾的升级版 沈曹操是跳明反的 郭王后杀曹操 理论上也是跳反 或者就是跳二 咱们先标一个反吧 诸葛章 陪诸葛果没动 有点像内 标的身份不一定是对的 等一下你们就知道 大桥跳钟 注意这里罪论 你与死回合内未弃之过牌 不仅仅包含弃牌阶段 还有咱们的火攻器牌 包括夏侯敦钢尼器牌等等等等 拍马跳反 王鸡跳钟 拔一下沈曹操的牌 我觉得这一把没必要 假如沈曹操又无限 你现在十分之一的概率 也肯定是拔 很难拔掉的嘛 也不能说拔不掉 就挂起刀 雷莎有人问 这样子能干嘛 能摸两张牌 把最没用的一张闪给他 董太师磕了个头 然后郭皇和乐我们 跳了个大忠诚 刚刚大桥 乐董卓 也是个忠诚嘛 然后诸葛果乐 这个玩意大桥 跳了个反贼 那么我就只能说 郭皇后等级都这么高了 还去杀一道沈曹操 我也是罪了 咱们诸葛家有点像孙亮一样 就是有一些些是免疫 乐不思蜀的 孙亮能补牌能砸人 我们即使被乐了 有时候还能发动强袭吗 雷包武将 我建议大家第一 入手好招 第二 入手诸葛战 王给一跳忠诚 这里把我们的马 就是防止我们乐 就是 就是防止我们乐 没有过的话 能相当于 多弃了我们一张马 但很遗憾的是 我们诸葛家 诸葛家是谁啊 有土豪光环的武将 怎么可能会被你一个普普通通的王级给命中呢 乐不思蜀中呢 这里就是发动强袭了 把南蛮给董卓 首先有神曹操在 董卓肯定是不会放南蛮的 然后神曹操的乐也添过了 咱们刚刚锁 曹操那里肯定要锁 然后再锁大桥 普攻自己失败 酒雷沙过黄后没闪 要发动两波大归星 神曹操打的挺好的 现在判定区 因为判定区没有排在守排区的 然后咱们 能不能收掉大桥呢 成功收掉了咱们的大桥 漂亮王级也被弄残血了 郭皇后这个武将是非常非常弱的 完完全全比不到 那个奇色十号巡忧 所以建议大家这个将关了吧 选这个不如选巡忧 因为现在军阵环境 他这种卖血不摸牌的已经比较弱了 他这种卖血不摸牌的已经比较弱了 然后生操操克克桃 乐一下王级 实际上这里直接乐董卓 当然乐王级就是怕队友断杀 这个乐不能说他错 乐董卓也 也不是说不可以 但是乐董卓 他就摸两张牌 不一定能爆发钱 所以说乐王级 总体上来说还是比较好一点 然后王级打了个AOE 配潘章嘛 中打了个AOE 收掉王级 那董卓可以投降了 董卓真的可以投降了 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能控兵呢 董卓没手牌 这兵肯定是为过的 咱们把 无中给曹操 曹操还能摸两张牌 结果董卓就投降了 这不投也没办法了 这把咱们的泰师肯定会死 MVP被我们的 神朝老板强走了 来放咱们第二把录像 咱们是七号位的大忠臣 这把录像真的很刺激 很刺激 很刺激 就是因为我不然主公 就真的成功成为了 锁定几秒主的一把录像了 进卡局的嘛 咱们有个桃 要是没这个桃 真的锁定几秒主了 可见了咱们陆逊是要有信仰的 乐下春歌 我觉得嘛 这里张路也比较相反 黄盖 一波爆发 跳反 咱们赌下算量技能吧 力军其他无势力角色 于出牌阶段 使用杀结算结束后 其可以将杀交给你 然后你可以令其摸一张牌 撤证 锁定几秒主的一扫 什么什么意思啊 就是目前 孙亮只能打黄盖 跟张春花 别人都不能打 就这一扫 因为别人都不在 那个那个什么 别人 怎么说呢 就是别人都打不到孙亮 所以说 孙亮不能指定牌为别人 有人说这不是负面级吗 没错 这个负面级 的确是负面级 但是 跟溃珠是有一定配合的 就是他弃了一张牌 能让体力为一的角色 摸一张牌 或者 可以让体力只为一的角色 造成一点伤害 或者 另一名角色摸一张牌 如果七人两张牌 可以对一名体力只为二 或者体力只 之和为二的角色 各造成一点伤害 或者 令至多两名角色 各摸一张牌 有人问 为什么要开这个万键啊 你们马上就会明白的 可惜破 不过咱们的连赢了 锁一下 酒雷沙 没有酒雷一闪就扣两血 左磁救皇甘 毕竟皇甘求一套 你要求两套 你是不一定能救活的 咱们的菜菜就这样子壮烈的牺牲了 损成酒砖 不可救人 必溃诸 好咱们看一下刘奇跟春歌的身份 我刚刚在读记呢 没看 刘奇是反 那么就是说春歌也是反咯 这里也防止许氏酒杀我们 但是许氏这个动作是跳内了的 咱们顺一下春歌 杀一刀 这里我做出了一个非常 惊人的动作 就是火攻自己 为了证明自己一定是忠诚 虽然这个状态 打死张春华是肯定能的吗 咱们丢闪了 所以最后张手牌肯定是酒 桃肯定是吃了的吗 徐氏更跳内了 这里如果 孙亮七四张牌的话 可以对徐氏 张春华各造成一点伤害 然后春歌就这么死了 可惜了 这里五股因为徐氏打不到孙亮 所以说孙亮的五股 不能指定徐氏为目标 所以只能咱们三个目 张鲁忠诚我是没想到的 咱们火攻自己就跳钟 因为张鲁跟孙亮的状态都挺好的 所以说 为了表现自己是忠诚 绝对这时候不能吃桃子什么的 MVP是我咱们的子剑 子剑哥哥 PY交易就到此结束了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想看我的视频可以在优酷里面观看 好的 喜欢的话就点播关注哦 咱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